今天中午还是吃三鲜锅子 锅仔底部点上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食材 昨天炖的鸡汤倒进去做底汤 三肥七色的猪肉剁成肉馅 剁好了之后加上盐 放上马蹄香菇碎 这个是拍碎的葱姜泡的葱姜水 给肉补水增香 用干净的手快速的搅拌 把肉馅打上筋打出粘性 这个是做豆浆的时候 表面凝结的一层干豆皮 我们稍微给它打湿软化一下 放上肉馅 再把豆皮卷起来 卷好了之后切成小段 锅中油温六成热 下锅炸 全部放进去之后呢 开始中火 大概炸它五分钟就可以了 炸好了之后再放进三鲜锅仔中 再给它煮一会 用这个时间呢 我们再来炒一个腰花 主角子把表面的一层薄膜去掉 对半切开 再片掉腰骚 然后我们改个花刀 第一刀斜着45度来切 切深 但是不要把它切断了 然后横着第一刀的刀口来切 三刀切断 切好了之后清洗几遍 洗到水清 再用力的把水分挤干 放上一点盐 给它抓拌均匀 再放上玉米淀粉 抓拌上姜 放上葱姜蒜 泡小米椒 放上一点蒜黄 小芹菜一起炒会更香 这道菜是一锅出菜 把所有的调料和配菜都放在一起 再放上香腊酱 白糖 生抽 陈醋 鸡精 再来上一点盐就可以了 做这道菜 最好用猪油来炒 而且油量一定要多 炒之前要把锅和油的温度升高 升高至八成热 锅里的油在冒浓烟 然后下锅药花 快速的翻炒 炒这道菜呢 饭店的火大 十秒钟之内呢 就可以出锅了 再加速 火没有饭店猛 最好是炒个半分钟 要把它炒熟了 保证吃了不会窜息 后面又炒了一道小白菜 好了 我们家开饭了 油花 我还有牛肉丝呢 油花油花 这个我也很爱吃 你现在要的好兴趣 要的好兴趣啊 嗯 吃不了 吃不了啊 我觉得还好 这味道我蛮喜欢的 我也吃不了 好吃你就多吃点 这个一排小鱼了 想了什么事情 小明明 我要宣布一个口诀 什么口诀啊 嗯 来来 这什么来着 自己要想挂光的 这就没关系 多做 不做 哎呀 多做不做呢 都做了 还有多做不做 小奶奶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这你学到的知识吃饭 饭会学到 小鱼的 他告诉你 像素是不低的 你别学 我大洗的 然后他就要坑里了 那你学到这小鱼 那你学到这小鱼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没告诉我 你没看懂 我看懂啊 告诉我 做事不能懒啊 要对老百姓什么什么 要有责任心 还有一个小鱼 上热搜了 你看老爸 什么 上热搜了 你又不开手机 你怎么上热搜 你又什么意思啊 嗯 上热搜了 什么意思你又能放在热搜 火了呀 嗯 嗯 这个机器也麻烦 嗯 你又不有水机 你看什么小摘东西啊 吃两个灰呀 小鱼 上热搜了 他就这样说 一个大男人 他说 喂大黄 然后他说 大黄说 我给你录的视频 火了 说小鱼要搜了 别闷了 这小鱼我看到就开头 这个 然后还有我们 记得亲你叔叔 还有 然后他说 然后他要打电话 对大黄说 你看电视这个知情 对 你这嫂子的脾气 看见了这个视频 不要对我进眼了 我先 不是 你先热楼干了 我们俩没看出完 他给我们俩一眼完了 嗯 哎呀 不讲了不讲了 少吃点了 哈哈哈哈 你呀 我在这里 你胆子疙瘩了 哈哈哈哈 你一个人演几个角色 我已经听运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